姐夫啊 在家没啊 没锁呀 我跟你姐俩都离婚了 你还管我叫姐夫 有病啊 别说那样事了 姐夫 你就醒醒了呗 是 你说你跟我姐都离婚了 能不能离婚挺多年了 来不懂吗 那你该说就不该说我姐夫了 你干啥了吧 别整的没用的 老上这儿摸手干啥呀 活大姐 你别整的没用的了 来干啥来了 我这不是听说那啥 听说你那个 这中彩票中了五百万 真假的 哎呦我的妈 这消息挺灵通啊 妈呀 那是真的呀 那你看你今天有钱了 就没想着再找一个呀 不找 没啥用心 自己人其实挺好 你这话说的不对 你想想 你平时 乐了 谁给你做饭 渴了 谁给你滴水 你说你冷了 谁给你烧铐 你说你这冬天 谁给你买衣服穿呢 你说的这些话吧 你说我跟你姐俩在一起的时候 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这不懂我活吗 那我姐的不不懂事吗 你这你都有钱了 你不得找一个勤俭持家的 会过日子的 就能拿保姆室这种的不得卖 可拉倒不 我感觉现在很难能找到这样的女人了 够呛 姐夫啊 你就是把眼界放开了 你看啊 俗话说得好 这缘分的东西吧 你得靠碰 就是 有话怎么说来的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你可拉倒吧 你要嫁给我 不是 你俩都离婚了 我姐都结婚了 再说你都嫁国外去了 这啥姻不姻缘的 那不好 你这啥玩意呢 你到时候你让人家听说 多不好啊 有啥不好的啊 咱俩是不是知根知底 到时候那咋呢 我一嫁你 你丈母娘还是你丈母娘 你老丈人还是你老丈人 多好啊 你说这玩意 好像多多少少也在点理 是不是啊 这啥玩意就都不用二思摩合了 你说这脾气秉性啥都了解了 你没事你跟我爹再喝点小酒 咱们还是一家人吗 不是 但是吧 就是你要是说想嫁给我的话 嗯 我得有点要求 要啥一口说 媳妇做饭带孩子 所有家伙活都得你干 行 只要钱到位了 不是 就只要是说 你这个就是 那个工资的上交给我 啥都我干 那行吧 那接下来完了咱们直接过呀 那啥背景吧 咱俩先领个证去吧 那那走吧 走吧 你身份证拿了吗 带了 我的妈 有备而来呀 那走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